來關心菲律賓總統艾奎諾 不願對臺灣嫌犯遣送到中國 向臺灣道歉 引發國內民眾的嘩然 但是國民黨立委呂學章 今天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卻說 外交部不必為了丟臺灣 臉的嫌犯 把臺非關係給搞僵了 而外交部長楊敬天 也幫艾奎諾緩夾 說他不道歉 是因為迫於非國輿論的壓力 外交部長楊敬天走上質詢台 臺非兩國的緊張關係 依舊是立委的關注焦點 為了區區為了那幾個臺灣 丟我們臺灣人的臉的 幾個犯罪嫌疑人 為這個小小的事情 鬧到兩個國家關係這麼僵硬 這不是一個笑話嗎 有沒有去思考一下 你們事前對正確的資訊掌握不足 事後又反應過度 這個開始就是一個司法管轄建合的問題 我們不希望他 而且他也不應該碰觸一些議題 把這個問題跟所謂一個中國的問題 連結在一起 不應該由菲律賓政府來說三道四 外交部只要他確定 那麼要採取更嚴厲的制裁措施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相關凍結非老的措施 老委會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一定有痛的感覺他才會派特使來 老委會先出底牌 要採取更強硬的全面凍結非老制裁手段 就等外交部點頭同意 只是外交部強調 還要再聽其言 觀其行 甚至連一開始堅持 要向非國討的道歉兩個字 現在態度卻軟化不少 他們總統在對媒體發表了一些談話 但是我瞭解他是在媒體的追問之下 在國內他們國內他必須講的那些話 可是實際上我們瞭解雙方之間 這個還在進行之中 等不到菲律賓的一句道歉 楊晉天還幫非國總統不道歉的說法緩加 就不知道看在台灣民眾眼裡 能不能接受了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